Hello,大家好,我是Dekky老师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B2 First 相信这个级别的备考过程中 大家对压力不小 但其实只要积累到位就没有问题 对于从B1 Preliminary到B2 First 建议官方的学习建议时常是500到600小时 下面咱们看一下阅读和应用部分 做好这个部分的内容 学生一定要加大阅读量 内容可以是报刊杂志文章 短篇故事、小说、传记等 如果觉得小说难道大 可以从分析读物开始 因为这通常是简化版小说 而且还会有一些练习题目检测理解 坚持阅读养成习惯 阅读的各种能力都会得到提升 为写作打好基础 同时对口语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要注意 阅读师不要期待认识每一个词 要学会根据上海文推测 毕竟这也是阅读能力的一项 但是学习过程中还是需要使用字典 和参考语法书进行积累的 那么咱们具体看一下这个部分 阅读跟应用共7个部分 1567为阅读 234为应用 通过不同类型的题目 检测学生的不同能力 第一部分是文艺填空 考察学生的词汇积累 比如说 其辨析搭配等等 但是一定不能忽略句子 设置断络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 平时学习要多关注 进一词的区别 以及语法结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多阅读 第五到第七部分 为长篇阅读 在这里我们想首先明确 如何有效阅读 第一 阅读时时刻明确阅读目的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清晰 到底需要寻找什么样的信息 或者如何阅读这篇文章 第二 阅读细节前 一定要了解文章的大体内容 第三 恰当运用阅读策略 第五部分是考察学生 对于文章内容和结构的理解 内容通常为小说节选 或者是报刊杂志的文章 题目侧重考察 学生对于文章内容 细节信息 观点 态度 和作者目的的理解 同时也会有根据上下文 推测单词 或短语概念的能力 咱们建议的作题顺序是 先了解一下话题和主要观点 确定需要的信息后 再去寻找 并且思考一下如何回答 对比选项之后 再做答案 第六部分是选择搭配题 他考察学生对于文章内容和结构的理解 那除了有第五部分预读设计的能力之外 此部分还需要学生能够梳理文章的结构 了解逻辑顺序 因此平时练习的时候要多关注和思考文章的这种逻辑关系 当然这也需要评书关注连词和代词的应用 第七部分是搭配题 考察学生定位信息的能力 同时还有理解文章细节 做着态度和观点的能力 此部分列集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 信息识别定位并做对比 语用部分是234 学生需要写单词 因此这里特别提示一下 首先单词在打底卡上要大写 另外单词拼错不得分 因为有字数限制 所以这里要说明 缩写算两个词 第二部分是无选项文言填空 考察的是语法结构和搭配的积累 每个空只能填一个词 有时候答案可能有多个 但是只写一个就好 否则不得分 当然练习时还要多积累 最终形成这样的图表 对自己进行检测 看一看是否记住了之前 怎样考察这些内容的 第三部分是构词填空 考察学生的一种词汇转换能力 比如说加上前缀或者后缀 将单词的概念或者词性进行转换 做题的时候 学生需要先去理解一下诠文 然后分析句子确定所需词性 根据所给单词进行调整 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进行积累 平时词汇学习的时候 咱们需要注意一下 有意识的按词性积累 并关注一下词性转换式的一些细微变化 第四部分是剧情转换 考察学生语法和词汇替换的能力 学生需要通过使用25个词 完成第二句话 并使其在概念上与第一个句子一致 由此我们需要多总结练习 这个级别所要求的知识点 比如情态动词 虚拟被动等等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告诉我在备考过程中你的困惑 关注我们 后续的内容会很快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